親自下鄉視察收成狀況 這個月二十五號 習近平又主持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而提面命穩住三農 也就是農業 農村 農民問題 要全力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 但根據日經報導 中國人口在全世界占不到百分之二十 卻大舉進口 玉米等主要糧食 庫存量達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導致全球價格上漲 徹底打領官方的豐產豐收 產量原本就不足 加上庚子年災難不斷 洪水和疫情雙重夾擊 中國毛起來囤糧 除了能避免被美國掐住糧食命脈 如今中國明年就要迎接二十大 北京記取大饑荒的歷史教訓 搬石頭砸腳都在所不惜 去年六月央視才在大衛王吃播風氣上推了一把 兩個月後卻從吃播大使變成吃播糾察隊 不讓大衛王把國家吃垮 在北京御令下取而代之的是 拒絕浪費健康飲食的文宣轟炸 但光靠官方豚糧 還不能消除習近平的擔憂 從民間的糧荒到中南海對政權的恐慌 中國掃獲豚糧 力圖穩住農業基本盤 實際上卻是將糧食危機輸出國外 讓全球共同承擔